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本频道。 近期,ChatGPT发布了最新的GPT4模型,并推出了Plugin插件功能。 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应用于各个领域,完成新一轮的工业革命。 对于世界领先的自由职业者平台Fiverr、Upwork来讲,很多传统的工作也会被AI取代。 也就是说,只要你掌握了ChatGPT、MateJourney等AIGC工具,就可以轻松完成各种任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对于很多新同学来讲,可能不是很熟悉Fiverr自由职业者网站。 Fiverr是一个面向全球的自由职业平台,服务包含计算机技术、多媒体设计、网络营销、平面设计。 平台所有服务5美元起,用户既可以购买服务,也可以出售技能赚钱。 在开始前,大家应该注册一个账号,并开通卖家功能。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视频下方链接。 方法一,AI制图。 进入Fiverr的首页,选择AI Artists板块。 该板块属于图形设计目录,主要为用户提供各种和AI制图相关的服务。 选择一个卖家,该卖家出售的服务为Create Standing Concept Art Using MateJourney or Stable Diffusion,也就是AI代汇图业务。 该服务的流程非常简单。 客户需要提供具体的描述,收到用户的信息后,我们只需通过Mate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工具,绘制符合描述的图像。 然后,把图像样本和Prompt提示词发送给客户。 如果客户觉得满意,你就可以获得每单25美元的收入。 普通服务仅需要向客户提供提示词和操作方法。 如果客户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你还可以提供图像增强等服务。 大家可以使用小微推荐的Image工具,完成智能图像放大和增强。 该业务的核心就是Prompt提示词的设计。 以MateJourney为例,你可以使用ChatGPT,完成高质量Prompt提示词生成。 进入ChatGPT,输入以下命令,躺在花丛中的宇航员,大师级作品,丰富的色彩,超高清画质,影院级照明,并用英文描述这段文字。 把生成的英文命令复制到MateJourney,设置好参数和比例,就可以获得一张精彩的图像。 把生成的图像样本发送给客户。 用户满意后,再把完整的提示词和放大后的图像发送给买家,就可以获得每单25到75美元的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你可以通过Fiverr的在线聊天工具和客户沟通。 如果你的英文一般,也可以借助DeepL和ChatGPT,完成及时语言翻译。 方法二,Proof Reading。 Proof Reading,也就是内容校对员,是各大自由职业者平台最为热门的业务之一。 该任务的职责是帮助客户编辑博客文章、电子书、社交媒体贴文,并检查文章的语法、拼写、标点、结构、连贯性、以及可读性。 此类服务的最低价格为每修改500字收费5美元。 选择其中一个服务,该卖家已经出售了1500件的服务,收入超过7000美元。 在没有AI的时代,工作者需要具备很强的语言应用能力。 作为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讲,此项工作也是很难完成的。 不过,在GPT4模型推出后,我们已经可以依靠人工智能,快速完成Proof Reading工作。 进入ChatGPT,输入以下命令。 我希望你充当教队员,职责是纠正文章中的语法、拼写、标点、符号错误,并检查句子的结构、可读性、以及语气连贯性。 把需要修改的内容粘贴到对话框中,机器人就会快速发现文章中的错误。 继续输入指令,要求机器人在原有文章基础上生成新的内容。 ChatGPT就会改正文章中的单词、语法错误,并完成对文章的全面修复。 学会了该技能后,你只需在Fiverr发布一个名为I will edit and proofread 1000 words的任务。 在收到客户的文章后,你只需按照刚才的方法完成文章的修改,并把修改后的内容发送给客户。 就可以获得每当5到15美元的收入。 方法三,文字内容创作和翻译。 Writing and Translation是Fiverr的核心业务,主要工作类型均和文字创作、翻译相关。 例如,该卖家主要提供经过SEO优化的博客文章代写服务。 每500字收费10美元,总销量超过500件,获利在5000美元以上。 此类服务完全可以由ChatGPT代为完成。 如果客户想让你完成一篇关于减肥的文章,核心关键字是Lose Weight Fast and Healthy。 同时要求对文章进行全面SEO优化,无错误,且有很强的可读性。 收到订单后,我们就可以打开ChatGPT,并咨询机器人是否懂得SEO的规则。 从回答可以看出,ChatGPT可以准确理解我们的意图,甚至进行了举例分析。 输入命令,请帮我写一篇1000字的英文博客文章,核心关键字是Lose Weight Fast and Healthy。 请对该文章进行SEO优化,并写出一篇对搜索引擎友好,且有很强阅读性的文章。 收到指令后,机器人就会在几秒钟内完成内容创作。 你只需检查一下生成的内容是否符合客户要求。 没问题的话,把文字发送给客户,就可以获得20美元的收入。 除了文字内容创作,你还可以利用ChatGPT,完成任意语言的翻译工作。 例如,我们可以把这段英文翻译成德语、法语、日语、中文。 你只需输入简单的命令,机器人就可以完成高精度的翻译。 总之,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任何传统网站的运营模式都会发生重大改变。 在这个转型期,大家可以利用信息差,充分应用各种AI工具,抓住赚钱的机会。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再见。